交易。赵德昭和赵德芳死了,人们对两位皇子的死充满同情,对赵光义得到皇位的合法性充满怀疑,尽管不敢当面表达,却免不了身后窃窃私语。赵光义也无法解释,因为解释只会让人感觉欲盖迷章,他急需一个人站出来,帮助他证明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。 这个人必须得高傲重,足以押服满朝大臣,替他堵住悠悠之口。赵光义明白,符合这样条件的人,只有一个。赵普。但是,这个抖了十多年的宿敌,能站到自己这边来吗?这几年,赵普的日子也不好过。 被霸乡后,赵普失去了往日的荣光,身边的人都已散去,不少人还争着投诉他争情之,等到赵光义当了皇帝,还时不时要被穿一下小鞋,日子更加难过。 太平新国二年977,赵普为了打消赵光义的疑心,趁着一次朝剑的机会,主动要求霸去史乡的直贤,留在京师。赵光义答应了赵普的请求,给了他一个留金指标。 但赵普的日子并没有就此好转,老对手卢多逊,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击他。 想当年,在排挤赵普的问题上,卢多逊和赵光义是亲密的盟友。 等赵光义一集内,卢多逊当上了宅相,两人强弱换位,卢多逊对不起赵普来更加得心应手。 赵普有一妹夫叫侯仁宝,被卢多逊支派到雍州南宁任职。 雍州地处西南,当时算不发达地区,生活条件比较艰苦,侯仁宝一直琢磨琢想调回京城任职。 但是,卢多逊本来就是为了削弱赵普的影响力,有一台吉他,没把他分配到海里去就不错了,怎么可能再把他拎回来。 所以,每次官吏调动都轮不到侯仁宝,他在那里一直干等了九年。 碰巧,到了太平新国五年九八零,交纸越南北部,发生了内论。 当时,这块地方名义上臣服宋朝,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权。 侯仁宝觉得,这是一个让自己脱身的好机会,就上奏朝廷,建议趁夕派兵收复交纸,同时也希望能允许自己进京,向皇帝当面汇报交纸的内乱情况。 侯仁宝的算盘打得很精。 他知道赵光义好大喜功,对他的建议肯定感兴趣,汇报完以后,就可以留在京城了。 果不其然,赵光义立刻中招,马上下赵明侯仁宝进京。 偏偏在这时候,卢多逊又插了一杠子,他一眼就看出了侯仁宝的用意,立刻见招拆招。 卢多逊告诉赵光义,侯仁宝的想法确实很好,但既然要出兵,就得快一点,如果把侯仁宝召回来,反而会泄密,让敌人有所防备。 侯仁宝既然这么了解情况,不如再拨一点兵给他,由他来全权负责征服交纸的事情好了。 这个建议,够损。赵光义听后,觉得也在里,就赵卢多逊的意思办法。 就这样,侯仁宝费尽心思想出来的主意,反而把自己绕进去了。 不但回不了家,还额外增加了一份危险任务。 他的运气也特别差,仗没打好,兵败被俘,最后落了个宁丧一厢的下场。 另一件事也让赵卢很受伤。 前面说过,赵卢有个儿子叫赵承宗,因为娶了书密是李重举的女儿,惹得赵光义很生气。 这回,赵承宗又要结婚了,对象是燕国厂公主赵光义妹妹的女儿。 当时,赵承宗的职务是潭州之州,想要回京完成婚事,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按规定,外任官员不得随便回京。 太平新国六年9819月,赵承宗获准回京成婚,可卢多逊充分发扬了凡事都要管一下的居委会精神,生怕赵承宗趁机留在京城,还不到一个月,就劝赵光义赶紧把赵承宗打发回潭州。 就这样,赵承宗连个婚嫁都没过舒服,就得灰溜溜的回去了。 显然,卢多逊的所作所为,都是冲着赵卜来的。 赵托本已无心过问证事,但老对手卢多逊,似乎永远把他当作最大的威胁。 看样子,只要卢多逊还在攒像的位置上,他就不会有好日子过,甚至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会受到威胁。 赵托被逼到了绝境,终于出离愤怒,他受够了卢多逊那番咄咄逼人的嘴脸,决定抓准机会发动反击。 赵托意识到,要想搬到卢多逊,必须分化卢多逊和赵光义的联盟,让赵光义站到自己这边来。 就这样,赵光义和赵托,就像两个精明的商人,敏锐地意识到了彼此的价值。 两人不约而同地走到谈判桌前,亮出筹码,去完成一次今天的政治交易。 某日,赵光义派人召见赵托,表示要和他商量一件事。 自从进京以后,赵托从来就不受人待见,他和赵光义的交往,仅仅局限于例行公事的朝廷礼仪,这回突然被赵剑,感到很蹊跷。 见到赵托近来,赵光义主动起身相迎,给予了少有的热情。 一番礼数过后,赵光义凭退左右,开始转入正式话题。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赵托,此次赵剑,是要就一件事征求他的意见,将来,他应该把皇帝传给谁。 赵托没料到赵光义会问得这么直接,一下子被震住了。 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问题。 如果这是一道选择题,综合前面所讲的情况,摆在赵托前面的有三个选项。 A.赵匡义的儿子。 B.赵廷梅。 C.赵光义的儿子。 下面,我们来替赵浦同学思考一下。 首先,A是不能选的,赵德昭和赵德芳虽然死了,但子次尚在,套用继承法的说法,他们的儿子可以代位继承。 这当然不是赵光义想看到的。 而且,谁选了A,就等于是在为两位皇子叫须,B将触怒赵光义。 当然,以赵浦的自立,他确实是最有资格站出来仗义之言的,但赵浦就是赵浦,他不是卫征,不是包征,他只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出选择。 接下去的帝也不能选。 虽然赵庭美现在看上去是储君的位置,可这只是赵光义不得已的安排。 因为支撑赵光义取得皇位的理论是兄中弟级,就是说,哥哥死了,弟弟接着当皇帝。 为此,他不得不把弟弟赵庭美放在储君的位置上,来继续演绎这个逻辑。 所以,选B也不符合赵光义的真实意愿。 如此看来,大家可能会觉得,这题其实也不难。 赵浦选C不就得了。 什么道理,情理,与我何干? 只要你赵光义开心,你把皇位传给外星人我也管不着。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,如果选了C,赵光义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就没了,他可是以弟弟的身份继承皇位的啊。 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,无论如何回答,都会得最眼前这位多疑的皇帝。 更何况,两人曾是斗得不可开交的政坛对手。 赵浦的思维飞快地运转着,他努力平复内心的京剧,揣摩着赵光义的心思,思考应对策略。 重压之下,他又找回了全谋高手的本色,沉默片刻后,赵浦微微抬起头,自真俱拙地说出了十一个字,太祖一误,陛下启荣在误邪。 翻译过来,意思是说,太祖赵光义,在撰位问题上,已经做错了,你怎么能再做错呢? 赵浦的这个回答,实在是太绝了。 说赵匡义做错了,等于否定了兄中帝级的传位方式,言下之意,你赵光义,就不用再传给赵廷美了。 但又说错误是赵匡义犯的,等于说,赵光义的皇位,确实来自赵匡义的传授,一点毛病没有。 结论,你想传为给谁,当然是自己的儿子,就是谁。 美其名曰,还是在帮助兄长赵匡义纠正错误。 每次看到这个回答,我都有一个感叹,全谋心术,真不是人干的事啊。 赵光义对赵浦的态度非常满意,经过这一问一答,两人此前的敌对关系已经大大消解,算是合作意向达成, 接下来,就可以谈一谈具体的合作条件了。 不久之后,赵光义主动招来赵浦,告诉他一件绝密事宜,有人可能要谋反作论。 赵光义口中的某人,是智弟弟赵廷美。 赵德昭和赵德芳死后,赵廷美成了最尴尬的人,如今,他已成了赵光义传位儿子的最后一个障碍。 赵廷美表面上地位尊贵,其实已经受到了兄长的猜忌,人人对他逼而远之,每天只能夹着尾巴做人。 客观地说,赵廷美落入这番处境很冤枉,他只比赵德昭大四岁,当两个兄长在前面奋斗的时候,他还是个孩子。 即便当上开封隐后,他也是安分守己,更谈不上什么政治野心。 但是,权力斗争就是如此残酷,身份地位决定了,他注定不能从政治漩涡中全身而退。 太平新国六年9819月,有人向赵光义告发了赵廷美,赵光义又把赵浦叫来,问他该怎么处理好。 陈愿被书轴以查兼辩。书轴是忠心的意思,整句话执意过来就是说,我想进入权力忠心,以便帮助你防备兼臣作论。 说得在明白点,赵普是想重新入朝当宰相。